台中地区农会补助经费 协助各社区办理农村高龄生活辅导计划 号称市区最大厂的南屯丰树里 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课程之后 这天是办理了成果展 上课的最后一天 爷爷奶奶们不仅大跳健康操 议员和温海的夫人也带来娇媚天团站台 大家跟着乌克丽丽哼哼唱唱 以活力为两个月的学习成果 画下完美句点 台中地区农会在南屯丰树里 办理的农村高龄生活辅导计划 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学习课程后 终于要画下句点 而上课的最后一天 长者们不但重现课堂上学习 制作香膏技术 还大跳健康操展现活力 当然为了交朋友 重点是 就是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我们还能火能动 就是要多出来 多交一些朋友 我们老人家嘛 没有室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嘛 到这里大家来 大家交易无乐丢啦 所以将近两成 超过两成都来 对 将近两成都来 因为以你这样子去分享的话 他们才会有个共识 反而让他说来正面分享 来学东西 获得什么东西 这不管是对于以后他的长者 以后他的预防他的失智 还有他的人生规划 还有对于说以他的小朋友来讲的话 都是感觉好 一头俏丽短发 穿上格纹牛仔裤的装扮更显年轻活力 以首首台语歌曲 拉近与长者间的距离 台上的这位身份很不一样 这来请我们房主角的师傅 拍一拍 歌手身份是业余 实际身份是议员和温海的太太 要陪长者们开心度过课程的最后一天 夫人亲上火线 带着伙伴以娇媚天团站台自弹自唱 因为这些歌都是怀恋的老歌 也就是他们朗朗上头的歌 这样他们跟着唱 他们才会觉得有参与感 他们才会开心 所以夫人平常都在练乌克力 对 每天 我太太非常她有练乌克力 所以说是不是用乌克力 来跟一些乐龄来 一些老人来分享这个课程 大家玩得非常快乐 跟着娇媚天团的歌声台下的长者们 也开心地跟着唱起歌来 时间一直前进 但是爷爷奶奶们人老心不老 走出家门乐学习 要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开心又充实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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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